把鸡翅放到酱油里面泡一下,真的太好吃了 可以用这种小的鸡翅根,鸡翅中,还有大鸡腿 大鸡腿的话从中间剪一刀 现在给它处理一下,加一些面粉抓一抓 抓到有一点粘手的状态 再往里面加入清水,多换洗几遍,洗到水变清为止 如果是冷冻的,这个时候可以泡一下,泡个两个小时左右 如果是新鲜的,可以直接下一步 用力地挤掉里面的血水,这样可以去掉腥味 再换水,清洗干净,把里面的水分给挤干 放进大碗里,这里一共两斤的鸡翅根 加入八角桂皮香叶,再来一些花椒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些干辣椒 加入10克食盐,10克白糖,20克的高度白酒 100克的生抽,10克的老抽,翻拌一下 拌匀之后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碗 也可以像我这样装袋子里面,这样就可以不用翻面了 第二天直接拿出来,倒进大碗里 把里面的花椒粒给剪出来 放到吸油纸上面 把血分吸干 然后用一根棉线,两头各系一个鸡翅根 像这样,挂到一架上面 没太阳的时候放在通风的地方 有太阳的时候放在外面晒一晒 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表皮已经变成硬的,捏一下里面还有一点软 把棉线剪掉,吃的时候直接放到碗里 加温水,浸泡一两个小时 泡好之后再把表皮给抓起干净 洗好之后放盘子里面 煮饭的时候直接蒸一下 放好了,鸡腿也好了 你看,蒸好的鸡腿色泽非常的黄亮 可以直接啃,也可以像这样撕开 它的肉汁是非常紧实的 香味非常的浓郁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一定要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后试着做一下 感谢观看,我是阿玉,拜拜